這次要推數位中介法來納館 包含了網路平台 臉書PTT YouTube DECA LINE 網路遊戲等等 民眾贊成嗎 為什麼要控管 反對啊 反對啊 我也不能接受 反對中介法 很奇怪 會很莫名其妙 我覺得是反對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言論自由 就是光那個LINE的聊天室 被監控就不合理 我反對吧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言論自由 我們常嘴中共說什麼 他們沒有自由 問題是 如果我們連這個都管 那我們跟人家有什麼差別 我覺得反對 我們像這樣說就講什麼 為什麼要先知 還要監控大眾所有人的行為的話 就會不太合理 這樣感覺好像被監控 都會覺得 對 奇怪 你用了一個手機 然後你還要被人家管說 你要傳什麼訊息 講什麼東西 那我乾脆全部33 就不要用就好啦 他們這樣一定會有很多延伸的 比如說你很多 很多想要講的話 都是可能會被刪掉 就是他們會以他們的立場去 刪你的言論 中介法若過關 連年輕人常玩的線上遊戲 都要納管 接受嗎 不能 他如果玩遊戲 這不能講的話 那幹嘛玩遊戲 我覺得遊戲要管 就有點誇張 真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玩遊戲在上面言論 關於一些媒體什麼事 不是媒體 就是官方 他的官方要管 對啊 一樣道理 我希望有言論自由 就是 對啊 那你要這樣子說 那YouTuber上面那些 什麼那個叫什麼 心腐生 那是不是也要被禁 除了各大社群平台 將會受到影響之外 最重要的是 未來監督政府的聲音 恐怕會廢消失 我是覺得批民官方 沒什麼問題 你要有發揮自己言論 就是你要有 你要有講話的權利 可是我們有言論自由 為什麼要 對啊 我們拔救這個權利講 對啊 現在是那個蔡英文 他完蛋了 他就完蛋了 其實啊 那完蛋了 台灣要完蛋了 要滅絕了 要完蛋了 就算是罵長好 我覺得也算是一種 自己情緒抒發 這樣子 就是 我覺得沒有必要去管 沒有 台灣不是那種 民主的國家 然後不讓我們批評說 就是他們自己 管控不當 所以才會罵 這這裡是台灣 怎麼樣 就是我們是一個 民主的國家 所以我們有言論自由 這時候會覺得說 政府把它刪除掉 是不是想要 掩蓋一些事實什麼的 年輕人清一色 反對中介法 他們大喊要捍衛言論自由 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呢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購 掃一下